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有李明同学给我们来讲量子计算 然后这个量子计算,我不知道量子计算是干嘛的 好吧,我大一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一天到晚在那研究各种量子 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他就,啊,迪拉克方程怎么样了 后来他大三大四的时候就不太见得到他了 居他宿舍说胡话,然后后来他大四就休学回家去治精神分裂症去了 听上去是个很没事的女士 所以我对这个玩意很害怕 然后然后接下就雨云同学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些玩意 然后大家欢迎 好,大家好,我还是坐着吧 好,大家好,感觉我是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做科普有点需要 然后这上面的话主要是一些提纲性的东西 因为做这个东西想一下科普集的我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图可以在上面分享 然后主要主要还是说,然后这个东西大概主要用来做弹幕吧 然后我从就是最最基本的什么是量子态开始说起 先想请问一下各位有多少上过大物,然后里面有讲过这玩意儿 没有,那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开始装备了 那个就是量子态或者说站在量子倾斜角度来说 我们把它我们称之为一个量子比特,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既然是个比特,首先是0或者1 对于经典的来说 对薛定谣的猫这个说的很好,很对 我一会再提薛定谣的猫在这里是怎么回事 对于经典的比特来说,它要不就是0,要不就是1 如果我不是很确定的话 那它要不就是几率P为0,几率1-P为1 然后,但是对于量子比特来说 我会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C0,0加上C1,呃,乘上E的FI1 然后,呃,我这里它的概率是C0的平方和C1的平方 声音有点小,是什么状况 是录音的效果不好吗? 还是有人在远程如何如何? 不是,那个单纯是因为这里的 所以,所以声音比较小是远程发着弹幕吗?好可怕 当然是远程发着弹幕了 天呐,好可怕,不会 哈喽 所以,所以声音,OK,那我就继续 那个声音小的同学自己把你自己调大耳机一样 好,那我就继续了 然后,呃,其实,就是这里的C0,乘上0,加上C1,乘上E的FI1 这样来表示的时候,它表示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首先它跟经典一样有一个几率 就是我如果去真的去测量它是0还是1的话 那么它的概率就是C0的平方处在0上面 C1的平方处在1上面 当然,算概率的时候它有一个规一化 所以加起来是1 但是它多出来一个E的FI 不知道在做可能E的FI在哪里 我给你一个激光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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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所以,所以在那里这个小时候可以让它什么 60万 所以大家知道有多少人知道EFI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可以翻页 太好了,好东西 翻页,上下页在这里,下页是上 在背光上面的效果不是 在背光上面的效果不是 哪个是point 按中间这个键 这个 如果你有powerpoint的话 算了 我还是用鼠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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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这个效果很好呢 你这个正的角度不对 你这个正的角度 一会儿能解释一下这个 因为这是平面嘛 我这里照上去,它就站在上面 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站在这里,然后我指着它 然后就是我们看得见 你们都应该看不见 你们跟我在这一指的话 你在那上面没看见 好,那我们就这么指吧 就欧拉公式,欧拉公式需要解释吗 应该不需要吧 那个,忘了 我大三的时候还记得 没事,因为这个我不是比赛 你只要看着这个东西 看着这个东西知道它只是一个数学表达式 就可以了 但是欧拉公式不记得你的信号处理怎么学 你是电子系的吗 我大三之后就不在 我大三之后只要 我大三之后只要就学电子系的 有人问哪个教室 哈哈 三教一三零 三教一三零一 三教一状三楼第二个教室 嗯,好,咱们继续 那个,就总之 总之它比一般的经典的几率多了一个香味 香味它是有特别的物理含义的 我如果只看它是不是0 或者是不是1 好像是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它0的概率是C10的平方 1的概率C1的平方 好像这香味没什么 但是如果我去看它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态 那这个香味就是有关系的 这香味怎么算呢 如果大家学了先行代数 它就这样算 就是算一个矢量内积 然后 六子败小朋友 如果没有学了先行代数 就只能抱歉 因为实在避不开先行代数 先行代数倒是挺浓 但是那个 那个两个状态是怎么回事 对,我接下来会慢慢解释 然后先把这个状态给说明白 就是它对于0 观察0或者1的话 这个香味其实 并没有什么可以观察的东西 但是我如果在其他的一个状态下面去 去看它是不是其他的某个状态的话 就会有关 然后这个香味是 就是量子比特之区别 与今年比特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然后通常这个东西叫波函数 来自于就刚才薛定厄的猫里面 薛定厄它写出来一个叫波函数 当然我们称之为波函数的主要原因 是薛定厄所描述的东西 主要是在讲它在空间当中的关系 它就不是0和1了 它就是一个无穷为的一个空间函数 带有香味的空间函数 一般就表现为波的性质 所以叫波函数 但是在讨论量子信息的时候 我们只要0或者1离散的两个就够了 那就不需要讨论那么复杂的东西 然后关于0或者1是什么 我慢慢再谈 先把这个别讲了 然后我刚才提到了这里的这样的一个psi 我们称之为纯态 纯态就刚才 纯态就区别于我之前说的p 以p的几率为0 1-p的几率为1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 我上面说以p的几率为0 以1-p的几率为1 其实我描述的是 我对于这个比特具体是处于0还是1 并不完全知道 因为它其实要不是0要不是1 只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时候 给赋予它一个几率的描述 是我对于这个比特的状态的认知 信息并不完全 但是如果它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态 那其实它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我对它的信息是认知是完全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态称之为纯态 就是我没有办法获取比刚才那个 也比较说获取更多信息的对于一个态 但是它有可能除了刚才我所说的就是量子测量 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 它还可以混杂着某些经典的不确定性 就是我如果对它的信息了解并不完全 那这种状态叫做混合态 一般来说比如我可以是 比如说50%概率是0 50%概率是1 不存在这个相位 那就是这种状态 这种完全混合态 比如说这里的话 50%概率是这个 50%概率是这个 诸如此类的 这叫做混合态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就是我们这个体系如果控制的不太好 它逐渐如果大家听过一些科普的话 有点退相干这个词 就把成态变成一个混合态 原因往往是来自于比如说我对环境造声 我是环境造声的描述 一般都是一个随机面量 所以描述完之后 经过环境造声之后 这东西变成什么样了 就不完全了解了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太明白的东西 然后还要引入一个直击态的概念 什么叫直击态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把两个比特放在一起 比如说我把两个除以0的比特放在一起 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态 这样的一个态 然后实际如果前面我提到 因为先进代数来表达的话 它就是一个直击 然后那除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两个比特 那我就可以更多 比如说这两个比特是00的和11的一个叠加态 然后最特别的 有这里一共写了4的态 称之为贝尔态 贝尔态为什么特别 因为它是最大纠缠 什么纠缠 我之后慢慢提 然后就提到了 最大纠缠 然后就提到了测量 测量就可以提到之前 就是刚才有人发了一个弹幕 叫做薛定谔的猫 薛定谔的猫 说的其实是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表示这个猫活着 1表示这个猫死了 但它可以处于一个叠加的状态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它是一个纯态包含了完全的信息 所以这个猫 我能对它所有的描述 只能是它既活着也死了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东西 只不过薛定谔的猫 这个理想实验当中 它的描述比经典的意义上的 一半的概率活了 一半的概率死了 要多一个相位 仅死而已 然后薛定谔的猫要 就是破除它 比较神秘的地方 有一个在于 真正意义上薛定谔的猫 是非常非常难获得的 因为这个相位 所以在空间当中极其的不稳定 很快就 我对于这个相位就一无所知了 它对于环境非常的敏感 所以很快它 我对于这个相位一无所知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如果对于这个相位一无所知 它会变成一个所谓的混合态 变成所谓的混合态的时候 它就跟经典意义上的 一定的几率0 一定的几率1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经典分布而已 如果我说这个猫 一定的 一半的概率活着一半的概率死了 这好像一点都不绝 一点都没有什么值得神奇的 就薛料猫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关键在于 如果我把这个相位保护得很好 那我的量子系统就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然后 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之后 就会出现了所谓一些应用叫做量子信息 好 接下来回到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刚才大英说的 这个0和1分别是什么东西 然后 别急 嘴嘴 好吧 那个 0和1究竟是什么东西 其实 不同的实验室里面 在用不同的东西在做 现在最火的是超老电路的通和断 它可以处置在自通又断的一个状态上 就 这个电路 当然尺度非常小 才能保证这个相位是比较好的控制 然后还有比较火的晶体缺陷 之前 两年前了吧 那个插院断入民族 是发了一篇science 学校里面还怎样怎样宣传了一下 就是晶体缺陷 这晶体缺陷是金刚石里面的晶体缺陷 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高中化学的话 晶刚石不是碳的一种晶体 然后它的缺陷就是把其中一个碳变成了一个蛋 然后相邻的一个碳变成了一个V式 Vacancy 是一个空缺 然后这上面就会有出现某一对能极 就某一对状态可以比较好的操作 然后离子锦 所以离子锦就是我用我所控制住的一个电磁场 把离子给束缚在空间当中 然后大家一样如果记得高中化学的话 离子里面是有原子里面是有能极的 然后控制这个能极做一样子态 这也是我必设做的东西 然后光子 其实就是把光削弱了足够弱 体现到量子性直开为止 然后核四公正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判死刑的方案 然后拓呼续是一个 就是还没有非常完美完善的描述的一个 就是设想中的东西跟上面不太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总的来说 如果现在有人在申请当中说 我的目的 这一次实验目的就是为了造出一台量子计算机来 那基本上就是在骗经费 实际上大家不会这么说的 只是说假如我造出一台量子计算机来 会需要怎样两样东西 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性能 我需要比如说像我 我币舍做的离子锦 会在老板会在经费里面说 我需要来做出一个相加时间 有多多多么长的一个系统 诸如此类的 还有就是有非常多的夸大性的宣传 比如说我刚才跟大家提到 核磁公正系统基本上判死刑了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好做 比较好做出来 某些参数上很漂亮的结果 所以比如说有人跟你说 他在核磁公正系统上面做出了多少多少的量子比特 然后在这个上面 实际上放了多多么长 他可以把这数据刷得很夸张 但其实没什么用 原因在于这个系统非常的不纯 就是他很难做到我前面提到那个纯碳 它是一个非常 感觉好不清真 就是我完全知道这东西是怎样的 它其实是几乎是完全混合的稍微偏零一点点叫做伪纯碳 还是什么叫完全混合 就是50%是零 50%是一 经典意义上50%是零 50%是零 说明我对他一无所知 我对这个东西是他的伤最大的 对伤最大的 对伤最大的 你说伤最大的我就懂 问题是 我说伤最大的再做其他人就很有可能就不懂了 然后总的来说我要做出这个东西有三个困难 一个是相干时间 所以相干时间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保证C0和C1是我想要的状态的同时 保证Fy也是我想要的状态 然后我这里提到这些东西里面超导的相干时间非常惨 就大概几个纳秒最多到毫秒几 然后黎子锦是这里面相干时间可能做的最好的 所以我在后面破号存储 他一般会拿来个存储 但是相干时间长往往意味着后面两项就会比较困难 可操作性就是我能比较好的操控它 就会相对来说困难 A子锦可操控性还好 但它的可特展性很糟 什么叫可特展性呢 我只有一个比特是没什么用的 我如果真的要做计算的话 我需要一大堆比特 可能我们应该数不清我们一个CPU里面究竟有多少个比特 对吧 你还是说得清 就是 但是相比做量子信息 我们还在十几十个比特苦苦挣扎 那几乎可以算是说不清了 连一个计算器都没比上了 一般来说量子计算器我们就只一个比特 好吧 一个量子比特 然后像NV色星这个东西的可特展性也非常惨 超老可特展性很好 但我刚才提到相当时间很惨 然后光子这个东西的可操作性很惨 就如此类 总之这里列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有致命缺陷 所以大家还在就是也许这些系统当中某一个经过某些黑科技的改良就可以用了 但是谁知道 然后大体上来说相对于电子计算的话 我们做量子计算我们就相当于还在做二级管 咱们把二级管做得更好一点 诸如此类 然后所以那些担心说几年之后我们就是一台量子计算器造出来了 其实还早 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估计是十年内你是看不到它的 说它那个DV5是 对DV5后面会提 DV5在这里就是它用的东西是超导 但是它实际上做的应该属在这里的三个点后面六个点后面的东西 我放到最后再提因为它属于异端 OK 那个量子信息其实主要分两部分 一个是量子计算 一个是量子通信 量子通信总的来说过得好一点 所以先把这个提一下 然后 一二开始一堆盖 就首先是刚才所说的量子纠缠 大家还记不记得量子纠缠长得怎么样 我记得 来我们回头 那个经验的来看这两个状态 其实这个状态就是我有两个比特 两个量子比特 一个比特在0的时候 另一个比特一定在0 一个比特在1的时候 另一个比特一定在0 就是两个量子 对 两个可以变成 这里我不是说 这是两个放在一起 那对于两个的话 我还可以 就我前面提到的这种叠加 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 当然这个泰 这两组泰是能为定义的 当然大家可能还记得 它还有一个相位在这 我知道也可以添一个相位 但是 暂停接受下来 这个因为历史传承原因 把贝尔泰定义成这样 然后 如果它只是很单纯 就是说 一个在0 一个在 另一个也在0 一个在1 但后面一个是 一个在0 另一个一定在1 一个在1 另一个一定在0 如果只是单纯的如此的话 它其实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好像 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故事 叫做 我有两个盒子 然后里面各有一个手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两个手套一定是 一左一右 形成一队 我把一个盒子给你 一个盒子给我 我打开这个盒子 发现里面是 左手的时候 我知道你的盒子里面 一定是右手 但这是一个经典的 经典的一个案例 经典的例子 但是就是 对于贝尔泰来说 假如我只看它是0 还是1的话 那么它跟这个经典的例子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它的有趣之处在于 我可以用 我可以观察这个手套 是左和右的某个叠加 大家就是最前面提到的 在这种状态下去观察它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产生区别 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等式 叫做贝尔不等式 它是用来否认 就是很多人之前提到说 量子测量有不确定的结果 然后 通常意义上 大家对于物理的概念是 希望这个东西是完全确定的 至少牛顿力学是完全确定的 然后就有人提出来说 是不是因为我对于 这个系统了解不够完善 他有一些我没有观察到的参数 在影响了我的实验结果 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非常有名 叫爱因斯坦 然后 后来就 就有一个叫贝尔 他去全名叫什么 大家想不起来了 反正叫贝尔XXX 他写出 他写出一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 是假定有一个我所不知道的 参量在影响实验结果 那我对于 刚才给大家看到 那个贝尔泰上面 做做测量的时候 他的测量的结果 进行某一种特别的统计 特别的相关性统计 会满足一个不等式 但是假如它是量子的 那它可以破坏这个不等式 这就意味着说 刚才那个量子 量子的贝尔泰 它的这种关联性 是超出经典意义上 我刚才说了手套这个例子的 然后这个贝尔布等式 在物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检验量子力学对不对 然后最近的一次成果是去年暑假的时候 荷兰的一个实验室完成的 它基本上把所有可能出现霸道的地方都已经排除了 在物理意义上已经排除了 就基本上认证 OK那是对的 我们量子力学是对的 应该说是没有成功的否认掉量子力学 对 贝尔给了一个量子力学的证伪方法 然后没有任何人成功的证伪它了 更确切的说是贝尔给了一个区分量子态和经典几率的方法 然后它证明证实了这个东西是量子态 因为这个东西在经典几率下做不到 好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贝尔台这个东西 大家还记得在我做测量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确定的 那我刚才贝尔台是两个笔头 我如果只看其中一个笔头去测量它的话 那它就是一半的概率0一半的概率1 它是完全混合的 只有把两个笔头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是0 那个也是0 它是一个纯的 所以贝尔台很有趣的东西叫做 单独看的时候它是完全混合的 单独看或者分开来看的时候它是完全混合的 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一个纯碳 换句话说我对于整一个系统是完全了解的 但是对于这个系统的每一个部分一无所知 然后还有一个科普上经常用的比喻叫做 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的混乱 但是这整个房间是整齐的 这是一个只有量子意义下才出现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跟经典相关性一样 如果大家对于什么类似于造成产生的算法 随技术生成算法等等 我经常会在那个里面去测试相关性 然后它其实就是比这种相关性要带一点量子性质的一个相关性 然后还有一个经常会出现错位的地方是 很多科幻小说之外的会说量子纠缠可以超光速通信 其实是不可以的 正如刚才我跟大家说的一样 我如果只看量子的量子纠缠的一个部分 贝尔泰的一个部分的话 那它很单纯 我觉得算量它没有办法给我任何信息 一半的是零一半是一 没有办法获得任何信息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来通信的 所以我们怎么通信呢 对所以说量子通信的实质不是用量子态进行通信 是用量子态来做密钥分发 它能做到一件事情是保证你我共享一串随机的比特列 这一串比特列能保证没有第三方知道 但是这串比特列的内容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是能得到一串只有我们俩知道的真正技术 对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拿来加密 并且只要能保证我能持续的生成这种随机列的话 那我单次使用的密钥是不可破译的 这就是所说的 对 就是所说后面我要提到量子 所谓量子通信在干的事情 然后量子纠缠 还有人把它用于基础物理 比如说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些解释 但是这个东西基本上处在神棍阶段 如果大家只是对计算机相关 信息相关感兴趣的话 可以不理这一局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可以和量子计算相结合 做到一个比如说 我把计算让你来做 但是你不知道我的输入是什么 然后你把输出反馈给我 我来做 我通过一个简单操作 可以把你的复杂结果拿到 在零计算当中会非常有用 但是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系统 能这么做意味着你的系统 已经相当复杂 这么复杂的系统 我们现在还做不出来 已经能用量子计算做零计算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但是其实我们还做不出来 OK 然后 然后对于我刚才提到的测量 我可以看它是在零或者一 但是这个测量是有一定限制的 首先我的测量一定有一定伴随着干扰 我测到它 它本来是一个α0加上β1的状态 我测到它是零 那它就变成零了 它不再是α0加β1的状态 然后数学上可以严谨的证明 我就算不需要百分百的知道它是零 我知道它一定几率是零 等等任何手段 我只要从中获取信息 那我就破坏了这个态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量子密钥 不可以被窃听的一个来源 因为假如有窃听者 他去测量了这个东西之后 他就破坏了这个东西 然后接收双方 发送和接收双方是可以察觉到的 然后同样的 同样的伴随 从这个一定有干扰 测量测量力伴随着干扰的同时 其实也有的推论是不可克隆 就没有办法把一个φ变成两个φ 不然的话我就不存在干扰 我只要能克隆出来一个东西 那我对克隆出来这个东西就测量就好了 还有一个是不可分辨 就刚才有提到 他是他有的线性加速的表示 如果在这个线性加速这两个使用上是非正交的话 那我单次测量是没有办法分辨出它来的 那在物理上我区分是两个态的区别是 我同样的步骤产生了同样的 我一般来说物理上我同样的步骤产生的东西 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然后我对于每次产生一样的东西 或者产生一大堆一样的东西 然后对于每一个分别去做的测量 然后累积出来一个统计结果反馈到最终 我可以测出一个这个纯态证定是怎样的 如果我只拿到了一个比特 单个比特没有任何copy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产生的 那我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他是怎样的 所有的这些合在一起导致了 假如我只扔了一个比特 比如说我扔了一个比特给大英 中间姚佩然就算拿到了这个比特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然后基于这个 有一个协议叫做BB84协议 他给出了一个量子密钥分发的方案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细节 因为就是我要有一个容错率 比如说我跟大英拿到的都是一串随机比特列 我知道其中98%的Bit是一样的 我要怎样获得一串100%一样的 但是同时不在公用信道上共享这个信息 这些细节这些东西都在这个协议里面 但是科普的话就没有要讲 但是科普的话就没有要讲 按主播 去上游戏而已 测量的时候 使用者就分发者和使用者 他们能够查 对就是我刚才不是提到说 我有一串比如说 百分之我跟你共享一串98%相同的随机列 假如这个98%的数字 降到了比如说80%几 我可以有一点算法让我们察觉到这一点 我可以有点算法让我们察觉到这一点 对吧 对吧 测量化它 对这就是这个协议的具体过程 因为测量一定会破坏它 然后这东西就会降低我跟你共享的这个随机列的一致性 所以有没有DNN 然后 但是怎么察觉到这个比如说从来 这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经典计算的过程 本身不就是在做测量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过程是这样的 量子的部分 只是使你和我共享了一串 我们都不知道一致性有多好的随机列 然后经典的 经典计算的一些计算机科学家 这两个都是搞计算机科学家 这两个都是搞无理的 他可以有办法告诉你说 我怎样在不广播这一串比特列的时候 假如它的相似度大于一定值 我们把它给浓缩到一串比较小的列 它们百分之百相同 假如这个相似度小于某个值 我们能察觉到这一点 这个东西都是经典计算的过程 如果大家知道 我不是很明白细节 我只知道 经典计算可以做到这一点 做到啥呢 就是我跟你共享一串比特列 然后这串比特列 在它的相似度大于一个预值的时候 我们能产生一串小的比特列 全部相同 但是同时在我们交互过程 产生这串的过程当中 不会让外界推测出世界 比特列是怎样的 如果比特列相似度小于一个预值的时候 我们能察觉到这一点 这应该属于大概经典密码学範疇的一个结论 有这样的算法 这个算法跟物理一点关系都没有 123456 123456 13点懵逼 反正我不是做经典密码学 我只知道他可以做到 这样有做经典密码学的吗 没有 抗发未来 反正大家只要知道 这是经典密码学家 早听出来的一个办法 有这样的办法 就可以了 但是具体怎么做 我不知道细节 我只知道他可以做的 然后怎么做的包含在这个协议里面 然后这个协议 我没有去仔细研读 经典密码的部分 我一脸懵逼完全不懂 但是如果你是让两个人 获得相同密码的话 他本身没有那么一串 那一串密码 他就是那一串 比特电脑应该也能做到 就那个之前有人提到过 那个什么蓝色算法还是什么 对那些东西 比如说你会需要一个共享 seed 一个种子 诸如此类 这些种子有可能是被窃听的 他那个不是这样 他是是两个人分别生成 就类似这样 我两个人各自在自己算一个东西 然后公开一个 各自公开一个对别人 对 这种东西就会基于比如说 大因数不可分解等等这种 大因数 大支数 大的 大支数分解 或难之如此类的像这种 就是公粗药体系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是基于比如说 P WNP 等等这种东西 但是这些都还是open classroom 所以它是可能可以暴力破解的 但是P WNP 24是保证了就算你们之间通信被所有人获取 并且它有无限的计算能力 它也没有办法破解你的结果 嗯 只不过有延迟 好吧 这一段完了之后 就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做量子密码分发了 换个角度就是量子通信 我觉得量子通信这个名字有点困惑 因为它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做通信 就光用量子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做通信的 我必须复制以经典的方式 复制以经典的信息 然后就是我第一句话说的 它必须是经典的信道和量子信道 共同作用才可以 目前来看它主要或者说唯一的优势就是 它是被物理规律所保护的安全性 就假如我完全达到了BB84协议所要求的那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扔过去总是单个光子 总是单个量子 而不是说两个相同的量子 如果是两个相同的话 那就可以截取其中一个 把另一个扔掉 把另一个给送过去 我只要每次扔过去都是单个 那它就并且整个信道的容错率大于某个预值 那我就可以可以做到物理规律所保护的这个东西 然后现在对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已经很成熟了 然后主要的用法是我扔一个光子 然后通过光纤也可以 直接在自由空间里面扔也可以 在自由空间里面的话 现在潘建伟在做卫星实验 然后在光纤上做的话 已经有试验网建起来了 济南有个试验网 可以可以用来加密电话了 已经 然后那个光纤 总的来说光纤的衰减 会比在自由空间里面衰减大一点 然后光纤的话它大概能保证 50公里范围内 不需要中继 然后因为为什么会中继很重要 因为中继站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中继站被控制了 那你的这个协议 就没有办法保证保力了 嗯 然后现在这个上面 还能做的东西 主要是一些工程性的 怎样把它做得更漂亮 还有就是这个技术 会用于一些 其他方面的量 量子物理的科研 但是单纯的只是实现这个东西的话 总该说已经很工程了 已经不是物理学术在关心的东西 就是教授已经看不上了 学物理的教授看不上了 做工程的可能会看得上 然后像潘建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实验室里面做工程 做那什么的都有 所以他那边还在做 好 接下来量子计算 然后量子计算又要引入一大堆电源 就量子计算 总的来说我还是跟经验计算一样 是用一个一个门来来表示 然后门 就很酸 那这个算符 让人想到要半清 多大愁 然后他对于就是系统的演化 在经典的在经典计算里面 我是用的是一个电路门 它量子里面是一个叫量子门 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量子 量子态我是用信心代数来描述的 那一个量子门我就是用一个算符 或者说一个矩阵来描述的 这个矩阵满足腰正性 它满足腰正性是薛定和方程保证的 就是薛定和方程所描述的量子系统的演化 它的那个演化算符一定是腰正的 但是这个跟后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大家可以不太在意 然后经典计算里面有一个结论是 任意逻辑们可以全部用 叫什么 义获还是什么 义获飞 义获飞中的两个 ok 然后量子至少都有个费 ok 样子的话我任意可以用三个来表示 然后三个当中其中有一个 就其中至少得有一个 是针对两个比特产生纠缠的 然后这个当然我这个门得任意 就是两两都可以作用这个门 这两个的话就是单比特的门 当然这三个只是一种可能性 也是最常用的可能性 我还有其他可能性 这个门是最常用的产生纠缠的门 很有名叫C-NOT门 或者C-NOT门 如果看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一个比特用来做控制 另一个比特用来决定我是不变的 还是把它做一个NOT 那个竖线0接后 是量子比特0 不不 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局劲的表示方式 这个只是一个矩阵的表示方式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那个这个矩阵 那你就不要在乎这个 就不要在乎中间这一部分 不要在乎中间这一部分 看最后一个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这个部分非常适合我们做现在的表情 就这一部分大家不要在乎 看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 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因为因为量子比特 它它的那个一个量子态的描述当中包含C-C-C-E 还有一个by 三个实数 然后所以它只要有实数进来了 它的这个门就可以是无限多了 不像经典的我两个上面的门 只能那么有限多的排列组合一下 它可以无限多了 但是尽管它无限多 我仍然可以用就是所谓量子门可以任意 所以就有一个通用门的原因是 所谓的描述是 我知道说它是一个近似 假如我可以容忍一个误差的话 那这个近似是正比于这个误差的对数 那其实只要取了对数 基本上我都可以容忍 对吧 我多一个门就减半减半减半 然后就可以容忍了 这个C-NOW门就是那个矩阵 对 C-NOW门就是那个矩阵 然后它的每一行每一列对应的 对应的相信大家说的基就是 0 0 0 1 1 0 1 1 1 然后作用的效果就是 第一个是0的时候 后面的不动 第一个是1的时候 后面一个取一个反 就是0跟1 你能给一个C-NOW门的操作的 对 C-NOW门的操作 就是C-NOW的作用在 0 0 C-NOW上面 2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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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高的地方是这么短的 把这个锁住了 这个不太好使 没关系就这样子 好,就这样 大悟考试考试 能否你选了王向斌的大悟他会考你这个 我错了 这个符号就是我爱那个啥子 这个小盒用 这个如果出这种题 我觉得你需要把这个符号解释一下 因为我不断的在看你 这样的符号和这样的符号 那你明白 那你明白 你就把这个符号解释为 哦 他只是学物里就比较习惯于使用的一组符号 我们叫比拉克符号而已 中低符号 然后 代表是这样的 这应该太明白了 看不太清楚 这是一个符号 这是一个符号 就是他可以表示任意一个alpha0加meta1 就是一个单个比特 任意一个比特 那我这就改成1 或者他是0也是这样的 或者他是alpha0meta1也是这样的 嗯 嗯 就是他 就是那个地方是个任意值 对 你用X就可以了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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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是一个二维就是一个二维像亮 还是 对二维像亮 他是一个 啊 这不长? 这是第1个0到后面0到后面0到1 所以随道的,我刚才看那个分帧是1,1,1,1. 然后它如果乘以这个东西,0是什么,来自? 0是1,0对吧? 呃,它是,它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的是X的話,它是0. 這個操作是紙機? 這個東西是 這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單純的表示,我把一個處於0狀態的V處於X狀態兩個放在一塊兒。 就單純的放在一塊兒,什麼都不幹,只是放在一塊兒。 合在一起用這個東西來表示。 這個不算是。 有數不變的,總而聯絲。 我兩個比特。 兩個比特。 這個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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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X,Y,我們補線應該說,可以折擊。 直接上這個α,φ的話,它就等於Xα,Xθ,Y,Y,Y,β。 就是這樣一個。 它的緯度當然翻倍了,因為各是二維。 我们一起学习课 你没学过 我们现在都没学过 高等数值分也就深刻了 对啊 我错了 我们高带也没学这个 物理系的高带也没学这个 那你忘了他哪学吧 主要是我上一篇paper的时候 用的这个玩意 我上一篇paper的时候 有些操作是 给相辆展开 然后并成一个块 就是操作的 你只是单纯的把两次分放在一起 还有维度一定是两次分维度相成吗 那我现在只想知道这门课是 一个系统 但我说呢 当然我要上镜 他只是一个表示而已 如果不能理解的话 就看这个吧 就不用看他的那个 对 你写那个就不理解 我所以我把它展开成线料 才能知道这个指军是对齐的 好吧 就是看 他可以分成这样来分块 这个东西是表示不变的 它分在里面上不变 这个东西是个nose 就是把你变成1 一变成0 一部分不变一部分去吧 对 好嘎 所以如果说放过这个 然后 然后 如果放这个玩意儿 那个1 然后 直接 那个 cos 然后 反过来 它就会等于 那个 0 0 α 对吧 然后 这个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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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β 然后 β 就是把对它取的mose 哦 哦 好嘞 哦 我觉得我今天都听了 就这些了 这些数据 其实 只是看一下而已 然后比较有趣的在于 这个东西如果作用在 比如说 0 加1 这样 我把第一个 我把第一个控制的bit 用一个叠加态的话 它能产生纠缠 它能产生费养胎 这个C9 C9 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 哎 就是之前说一个 一个菜可以使用这个样子 但是确切来说 还要出一个方法 对对对 增加了之后不就成1了 出一个方法 对 出一个方法 这归1话我其实无所谓 就成这个玩意了 对 这个东西 直接上 那就等于 一定要给它展开 我觉得不展开 哈哈哈 听不懂 他们也有这样 对 这个玩意 然后这个玩意 不对 你看 第二个在下下 就在下面 嗯 反 对对对 跟那个反 喝点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全球的观众都在看 哈哈哈哈 全球的观众都在看 肉装咪感觉 好虚啊 哈哈哈哈 零零 然后更二分之一 啊 不对不对不对 哈哈哈哈 这是更二分之 你可以猜一下 右边 哦 更二分之一 零 零 好 然后我把它sing out一下 出来就变成我 CNL等一下之后 就等于那个 11-21 0 然后11-21 是吧 嗯 你把它展开起 就是 什么我们没听懂都不算 哈哈 为什么 这个 好 所以我那些 不是这个 那些 CNL的表现 你刚才想 就是 他没讲 他怎么算才 CNL就是什么 CNL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的那个 Podcast 应该对着这个 啊 是啊 是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不就是这个 有人在群里 爱说我 他说啥呢 不知道 其实 CNL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 然后 究竟他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就是 具体这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 就构造来的 对 这个 就是构造 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有这样的 对 好 好 然后 然后 他呢 他表现的含义就是 第一个比特是控制 如果是零的话 我对第二个比特不动 如果是一的话 我把第二个比特做一个 not 但是它是一个量子的控制 然后我就会发现 它可以用来产生纠缠 如果第一个控制比特是一个 叠加的话 是零和一的一个叠加的状态的话 就如你刚才赵老师展示的一样 它变成了一个贝尔潭 变成了一个最大纠缠的 就是我一开始 讲了非常老半天 它跟两个手套的故事不一样 你不讲 这个玩意儿 这个 听不懂啊 这一开始 所以我觉得讲了也挺有趣 现在至少我们知道 这个回到现金代数 然后 大银的时候算过 这个就 你也算我费心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看都像言文字了 哈哈哈哈 不 这个 就是这一套迪达克服务 有一点好的是 它 它表示了行列下面的内积 可以长得非常漂亮 跑得比是很快 有一点好 为什么往左 往左 就是我往左 把它翻到左边 就是加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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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大 我再给较大 这是加一代 我们先试一代 我去设计 去改进 再加辅工 不是个 h 就是T H 是T清华 我不知道你这个符号是什么 就是 它是不是就等于 I字T 就是H 就是H 我不知道你这个符号 反正学物理 我们一直都 你一诗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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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我们诗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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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抽别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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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派最大纠缠湛之一 它有什么效果 我刚才说的,如果只看灵魂1的话,它跟我刚才说的手套的故事是一样的,在经典的角度来看是一样的,但是我如果同时可以看它是不是既是左手套又是右手套,就是这样的一个态的话,那它的相关性是比经典的相关性要强的。 我刚才说了一大堆,贝尔布的身验证,发现它是…… 你是不是说这个人还叫我这个加号分发? 这个加号是不是我通常意义上的加号? 什么叫做通常意义? 是不是说它在表现,对对对,它在表现,对对对,它在表现是个意义上的加号 对,两个,两个量子,然后这两个量子处在一个最大纠缠态,使得它们要么向外永远相反,要么向外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对,这里没有一样的向外的量子,所以什么叫最大纠缠态? 就是,这两个比课要不同为0,要不同为1,然后,其实这个东西还要不同为0加1出一更加2,要不同为0减1出一更加2 这不是两个量子吗? 我就四个字了,001,201,201 对,就是两个比特也就是,你以前应该是两个变相,为什么那些也是 4个字,也等部面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东西就等于这个网终吗? 好,对吧,然后这个东西除了是它可以写成这种一形式 这就是我最前面和大家说的,它是一个这样纠缠的状态 就是不一不懂 就是纠缠的这样一个式子有什么样的奇怪的性质 就我前面解释了一大堆的,就是你如果只看它在0或者1的话 它跟我们来说的 就是我观察它究竟是状态0还是状态1,今天我们要观察 可是这个下来我们是一个确定的下来 它已经不确定,这是所有的不确定系统,我们能确定出来的两个参数 是不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这样 故事是这样的 故事是这样的 包含两套不确定性 一套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就是经典意义上的一个几率 就是我对于这个系统了解的不够完整 我只能用一个几率去描述它,它有一定的可能性是这个状态 有一定的可能性是那个状态 这是一套经典意义上的几率 还有一套是量子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是量子力学所保护的,就是 它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处于一个既处于0,也处于1的状态 如果我一定要去深究它是0还是1的话 它会一定的几率 一定的概率 观察的结果是0,一定的概率量上的结果是1 这个过程叫做量子的一个测量 这个大户学过 然后这个矩针和这个 然后这个矩针是它的一个演化 所以这位2的应该是1个比方 这位4是2个比方 所以就是2个比方 这个矩针 所有的矩针都是一个 表示它的一个演化 它的变化 它的变化 我加了一个 就是你的一组比特 经过了一串门之后 它变成另外一组比特 一组样数比特 经过一部分操作之后 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这个变化 就是从一个比特 变成另外一个比特 这个操作 我是用一个碾化算符 一个算符 一个比特 所以就是说一个 就是一对量子比特 用这样一个四维的向量来描述 对 然后那一个量子比特 用一个二维的向量 如果是0,1 或者说1,0 或者说是一个α,β 那么如果说它是α,β 它的意义是 它的意义是 看 你看 就是我一页 一页给大家看的 对,就是第一页就没有看 C00 加上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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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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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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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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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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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它这个代表是alpha,β都是输入化,它们的相位之差 就是你如果把它放在副屏面上看,这个东西是fine呢? 这个是alpha,这个是β,这个东西是fine 然后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因为物理上发现 这个我本来不想讲,物理上发现这个东西和E的I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是同一个状态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测量可以区别出这两种 就我整个转个角是没有办法区别出来 我能区别的只是这两个系数之间的相位差 物理上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区别的 所以我把它放到一块,只看它的差 然后如果我只在0或者1上测量的话 那这个相位是体现不出来的 但是我不仅可以在0或者1上测量 我也可以在重状态上测量 就是所谓的薛额毛泰它即使也是活的 手画即使活的也是幼的 然后物理系统里面它既在状态1也在状态2 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也可以在这上面看它在不在这个状态 但与它对应的一个和它正交的状态是这样的 对吧 我当然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叫做0 这个东西叫做1 那它的这个长长就不一样了 就是现金代书上面啊 我换一组正交机 换个正交机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经典系统下面没有的一个东西 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量子力学很多东西不好理解 我们就推出现金代书就可以了 但是你一倒要把它说 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它是现金代书的什么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量子力学能算但是不好弄懂 好吧 就接受它是这样描述的 并且发现这个描述最后算出来的结果跟实验是匹配的 至于它对应是什么反正我也看不到 怎么跟链单很像呢 我给一组数据给一个模型 然后那个 链单有个本质区别是链单上看不到是因为我们数学能力还不够强 我当中的每一步骤我其实都可以拆开来看 但是我理解不了 这样子是我可以在数学上证明 你再怎么看你再强的测诊技术你也看不到 好我们健身一下 我觉得我们先把那三小架直接转过去 我以为你带出 不知道这个是个单子 什么是想出 如果那个链单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就是我 果然大家都是第一个,第一也没有 在这儿所描述的,比如说超老电路里面,零可能就是通,而零可能就是断,一可能就是通 然后零和一的叠加呢,他就是,就虚恶的包嘛,同时是死的也是活的,那这个电路就是同时是通的,且是断的 那这两个机是怎么加点那种增加机的,就比如你超老电路里面,这个增加的机位 对,就是问题就在这儿,他这个相位是经典意义上没有的 但是你要实现出来就一定得有,但你又实现出来了 对,就是为什么超老电路会有同时空和同时断的状态,是因为超老电路,他想到量子尺度的时候就有这种状态 对,就是你如果指数大了之后,我之前说的那个5 之前不是提到这个相位5是对环境非常敏感的吗? 然后如果我把这个相位5给抹掉了,就是我把这个相位5,我对相位5一无所知,取一下平均期望就没有的话 那么它就跟经典意义上的一般概率通,一般的概率断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超老电路的规模很大,那这个5就变得更加的敏感 这个5对环境就更加的敏感,很快就没有了 那就很快的变成了,经典意义上的它有一定的概率是通,有一定的概率是断 但是如果它尺度很小,那这个东西就体现出来了 它就会有同时是通合段 并且它还不仅仅是同时和通合段,它通合段之间还有一个相位这么一个参数在表述它 这个东西是在经典情况下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你应该,这个slide之前你应该放上那个大物的那个 然后,经体缺陷的话 超老电路,就是我如果拿它当电线,那到底能不能用啊? 你弄干线的尺度太大了,规模太大了,那个5就非常的敏感 就几乎你测不到那个5能保持住的时间 所以你做不了这个东西 那要这玩意怎么用呢?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大,我只能是在微观尺度下面的 并且我刚才不是提了,超老电路的相关时间保持时间很短 就纳秒毫秒量级 所以我超老电路上面做的操作 基本上每个纳秒一两个门之内,然后做个实验 但很快速就被破坏掉 然后什么在经体缺陷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里面的电子它的磁锯方向 向上是0,向下是1 然后向左其实在量子上面来看是0和1的一个叠加 然后离子锦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了它的能极 它的它的离子内部的电子排部的结构的一个状态 然后光的话就是偏正 偏正就是光的偏正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线偏正的垂直的方向一个是0一个是1 原天正的话是0加1或者0加上i5一 就是原天正不是有顺时针,逆时针,还有某些自然光的 自然光就是要完全混合 然后量子门,然后有这样对基础量子门的话 我就跟经典计算,假如先接受这个东西 大家跟经典计算就有个对照 就可以用类似的结构去描述了 然后就有两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算法 因为有这两个算法的存在 大家才对量子自然那么感兴趣 一个是我可以在根号N时间内搜索的一个算法 一个是N的立方时间内做支出分解的需要算法 然后这部分大概在座的各位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 除了最后也好 就是Guru算法其实就是我一个已知的函数 然后我要找使这个函数的解为1的 就是满足要求的状态 在0到N的状态里面找一个满足要求的状态 景点上来说我就算考虑不确定性的算法 它也在大欧尺度在大欧益下不会好于便利 一定是N的 就我即便从当中随机挑 我也我希望也不会比N好到哪里去 但是我量子有一个办法 我只要跟好N就可以了 然后原因是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叠加态出发 但是这里的N就1到N就很大 那我其实就是不止好多的比特放在一起了 我好多的比特我就 我可以把它就是00 比如说写成001写成1 10写成22 然后我从这样的一个态出发 经过这么多的门 我就可以一定的几率得到结果 这个就显出好于经典 然后产生这个态所需要的步骤是LogN的 所以并不存在说 然后并且数学上可以证明 O根号N在量子力学范围内也是能做到最好的 这就意味着我是没有办法解决NP问题的 为什么 就是我NP问题我其实F是一个线性时间内的 基因 我要在N的当中找到F的1 就是真的一个结果 根号N的话我其实指数开根号还是个指数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这个办法 没有办法用这种来解决NP问题 然后需要算法 L是指我的这个数的长度 需要算法就是跟上面公共的算法一样 也是一个就是一定几率拿到正确结果的算法 然后不管是勾算法还是需要算法 都有一个就类似于P问题 NP问题 NPC问题 NPHAL等等 也有个名字叫做BQP问题 Bounded Error Quantum Polynomial 就是限定时间内 可以限制住差错率的量子计算机上面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EQP问题 什么NPQ问题 有一大堆 就是基于量子计算机定义的这一堆问题 然后这一堆问题和经典计算当中的什么P问题 NP问题 NPC问题等等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绝大多数还是Open Classroom 然后我记得去年暑假 在RPUB上面出现了一篇文章 证明了这个东西等于NPC 但是不久被撤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迄今为止 还没有找到NPC问题的量子结法 就是限定时间内的量子结法 基本上来说 可以认为需要算法是目前看来 经典跟量子差别最大的一个算法 当然基于需要算法 需要还有一个算法是求离散对数 但是我觉得离散对数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 所以我就不要在乎这些细节了 有些人 记得X字号摩P等于一个字 那么你就算那个X 但总的来说 需要这一个系列 这一个系列算法都和周期性有关系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前面说 我给你一个量子系统 我是没有办法在破坏它的情况下 测量到完全知道它是怎么一个状态 换句话说 比如说我知道它是一个0跟1的叠加态 我想知道0跟1前面的系数分别是多少 我只有一个比特 测量一次是做不到的 我如果要知道的话 我得有无穷多个比特测量 无穷多数 才能整确的知道 这个alpha的维排率是什么 所以你实际上测的时候 你可能有1万个比特 然后测在哪 这里这两个算法 其实我都基于有限的比特 去单个比特 但只在单个比特 就不是单个比特 我要算N 就是logN的比特 我在logN的比特上面做一次 就可以达到这个东西 或者做若干次 这个若干次包含在O里面 就这个若干次的重复 包含在O的技术里面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我想说的是 哪个小算法 为什么不能简单推广到 其他更主张VZ问题之类 原因是它利用了一个周期性 或者我经常喜欢说的是 我是没有办法知道 就量子计算 因为我可以拿到这样的看 所以理论上 我可以做一个理论上来说 无穷大的并行计算 但是并行计算的结果 我不是每个结果都能知道 我只能知道其中一个结果 或者我可以知道所有结果 整体上在统计上 或者周期上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经典计算上 做不了的东西 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 完全意义上的 无限大的并行计算 因为我没有办法得到每一个结果 我得到每一个结果 然后究竟量子量子算法有多强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什么BQP问题跟经典计算之间的关系 大家还不知道 所以只是大家相信更强而已 就是经典计算范围内 P等不等于P都还不知道 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其他 西东计算是刚才大英提到的 就是我对于一大堆比特 同时进行计算 然后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异端 如果他跟你说他在一个西东上 实现了几百几千几万个 几万个量子比特 那其实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就是夸大宣传的那一类 然后DWAVE DWAVE它其实不是用我刚才所说的 门电路来描述的 它是一个量子退火机 然后它所积月机理 跟通常意义上计算机理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的复杂度 也不是用什么OL这样来表示的 它是用一个能级差来表示 就我的理解当中 DWAVE它这个东西更像是模拟计算 而不是一个数据计算 就好像说 解采计算上有一个非常 有一类非常经典的问题 就要做 我如果不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 有些NPC问题 我可以在限定时间拿到 比如说我把绳子挤结 然后一拉紧 拉紧的那根绳子就最短路径之类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异端 然后这里的DWAVE 表示是能级差 然后比较 就量子退火 它干的是 它是专用计算 它专门用来处理最优化问题 找全局最优 然后所谓量子退火 其实它用的是量子退火算法 跟经典退火算法很像 唯一的区别在于 它是在量子统团来进行的 然后经典退火不是有一个步骤 叫做 我随机一步 然后一定的几率接收到 不那么优的解 接收不那么优的解 再进行下 经典退火不是这么多 量子退火我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量子系统可以越迁 就是我可以越过极小之间的障碍 直接跌到更小的位置上去 这是量子系统的性质 它是利用这个性质来做的 然后DATAE其实标识的是 我的真正意义上全局最小 跟全局第二小之间的差别有多大 差别越大 我的计算收出路就越快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异端 听大家听这个想法 就大概能听明白说 这个东西其实跟 就通常意义上 我就所理解的计算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可以做到什么 团队界这种是几千上万的QB 但是跟我前面所说 这种量子计算 包括什么实现需要算法 都没什么关系 然后错误量子计算 还是一个理论学家纸面上的东西 然后量子就错了 我前面提到量子计算 所以它会提到一些纠错 然后纠错就包含 我对于单个别的 包括通信当中的纠错 和计算当中的纠错 我得有些算法来实现 怎样使得我的 假如我们的CPU是一个很不稳定的 它每一千次运算当中会出错一次 那我肯定得有办法 离谷它这个CPU才能用 量子计算就是这样的一个CPU 然后有一大多数量子纠错 然后做量子纠错 多半是一些数学背景的 计算机背景的 这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说 量子计算机永远不可能 就以目前可以观察角度来看 是不太可能 脱离于经典计算来做的 因为它的操作 包括纠错 有一大堆需要经典计算辅助来完成 单纯量子计算太脆弱了 如果做不出来怎么办 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嘞 现在没有任何人能保证 一定能做得出来 对吧 在做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人能保证 一定做得出来 因为我真正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它的规模 它的规模必须是指数扩大的 几十个甚至几百个bit 是一点钟都没有的 然后但是就是在像我这样做物流角度来说 即便做不出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点灯发的paper 对 这是一个 还有的它也有实用价值 它也有的实用价值 就是我前面不是提到它对环境很敏感 它对噪声非常敏感吗 坏处是我这个东西保护的不是很好 好处是我可以拿来拿它来做精密测量 然后我把这个我把这个系统控制的很好 没有 这东西控制的很好 我也可以在上面做很多其他的物理实验 比如说做一些模拟之类的 就量子计算大家很知名的两个算法 是刚才说的这两个都是计算机的算法 但是在物理学领域最早开始关注的时候 比这两个都早 是费曼大家可以提出过 费曼提出来说 对于量子系统的计算机模拟 如果它量子计算机效率就非常高 这个东西是最早开始对这个东西做出 这么一个东西感兴趣的 但是 我们量子计算机来模拟量子系统 因为大家看到了 我如果我对于n个bit 它的自由度是2的n次 所以这东西是指数扩大的 然后我如果要做一个晶体 一个晶体里面有 十的十几十的二十几次方个离子 原子 那它的它的自由度就是2的10的二十几次方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就算我规模很小 我觉得几百几千个原子 2的10的二十几次方的东西 我也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但是我如果放到经典计算上来说的话 这个没有办法忍受就是可以忍受的 你放在量子计算的话是它可以的 对 因为我这些模拟本身 我就不需要知道里面的每一个原子 处于什么状态 对吧 我本台物理上我也只需要它 看到它宏观的表现出什么状态而已 所以它跟量子计算是非常的符合的一个东西 所以最早感兴趣其实是基于数值处理物理问题 后来搞出那两个计算计算法之后 做计算机也对这个东西改进去 然后让计算机做出来怎么办 首先它做出来并不意味着经典计算机就没用了 我刚才提到它非常脆弱 并且它控制非常坦白 然后但是好处是除了我刚才提到 可能有更强的计算能力之外 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能有更好的功耗控制 原因是经典计算我的两个bit之间一定没有一个电压 并且这电压不是可以无限制缩小的 因为缩小了之后我的计算就不稳定了 然后只要这个电压存在 它的热耗散就一定是有的 这功耗就一定是有的 下界是解决掉的 但是量子计算我的一个量子能 理论上说是可以做到零功耗的 所以量子计算的体系做出来之后 我就算那个by很快就没有了 我仍然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功耗控制 然后其实这个的话就会有一些人做 比如说把电脑变成光芒 把电脑变成电自身 为了让他们换个维持住 我们需要化很多的电 现在要做科研吧 等到它做成了之后 有可能我们可以省很多的电 就是这样的故事 好,说完了 掌声好声 谢谢大家 有受我装服装一段时间 提不出问题 抽到一脸梦 至少给大家复习或者预习了一下 学习清代术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支部院有个姓怡的老师 尹长齐 那个插院的一位老师 对,他是做这个的 插院有挺多人做这个 然后他是其中 属于过得比较惨的 因为他没有资格找研究生 所以他就只好 这一段掐掉 这一段掐掉 掐掉 你又拖出去了 已经去 不行 全球手 没事 你刚刚 尹长老师在 人生上也说了 他没有资格找研究生 所以他就只好上植物去 对,找本科生 上人气 是吗 好,好有道理 然后现在清华做这个 最牛逼的老师 是段陆明老师 然后他在清华算是兼职 然后在密歇根那边 是有开拓业 然后段老师 属于这个领域 在国际范围内 几大奠基人之一 然后最知名的有的工作是 你推荐一下阅读材料 啊 阅读材料 阅读材料 有这么一本书 搭协物理 有这么一本书 现象代书 我还以为是第十版 然后这个人是一个电子工程背景的物理学家 这个人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 这本书是现在这个领域被用于最高的东西 但是它也有科普加值 因为大家都看得懂 其他的看不懂 外行写的内容 它主要是内容很好 物理学家也能看 计算机科学家也能看 然后不会假定有太多的基础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物理背景的 我看那些东西就很吃力 然后比如说BB84协议 要有人跟我说BB84协议的细节是怎样的 我没有计算机背景可能看得很吃力 但这本书的话可能就是两个人都能看 然后最科普的最技术部分是大家都看得懂 但是前提是得有先前代数理基础 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逃不掉的 然后最前沿的部分的话 最新的最新的客源也可以也可以用到 可能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一本参考资料和教材 827美元 你刚说啥 87.35美元一本 有中文引力版 中文引力版 中文引力版 有中国的引力版 有很多中国的教材有比较便宜的 没有那种缺少某账的那种这本书没有完 有有电子版的 有电子版的 对 对不起 好像有一本 有中文版是我们清华自己的老师翻译的 这种书最好不要看 翻译的很惨 我只说一下而已 我并不打算去看 确实有点 如果是说中 但是 在网上找到 所以你闭射做的是什么 闭射做的是什么 闭射做的是 应该应该是听不懂 我们能看到实验结果里那几张图吗 我们看看结论 没有 没有可以分享的结论 因为导师说 因为这个实验是整个实验室的实验 然后导师说 本科生必胜在里面一般不放血 我觉得应该是看不懂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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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精度的調整 很正常 這個是這個模板 Metral Polis 這個模板 Metral Polis 這個模板 因為它是紅色的 但這個模板很少 這個模板很少 這個模板很好 這個模板很好 這模板很好 結束了 現在我覺得 可能過不了多久大家就忘了這個東西 我已經忘了 不重要 其實重要的是 下次再繼續遇到 下次就 要遇到豬公上問到 那種如何看待量子不算的那個時候 就可以上去先卸腰 然後說我對量子不太了解 但是有一次聽了李明的講座 然後 然後 某人說了 這把RIC居然處在旅盾階段 然後 有事名為證 有事名為證 完了完了 這視頻上 我們說了騙金費 為什麼要不要人會這樣混了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最後以上 所以我們今天的錄製 可以掐掉 好 掐掉